荷蘭時代 這邊是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從荷蘭時代 荷治時期的初期 到最後的階段 從有幾張代表性的這些圖像 大概一開始最引起大家興趣應該就是這張圖 左上角像1635年這張圖 這張圖所繪製的年代 當時的荷蘭長官叫做普特曼斯 他是一個很重要 在荷治時期一個很重要的轉變期的荷蘭長官 因為在他之前 台灣在大園或者熱蘭州這個地方 他的角色還是被定調為做一個貿易轉運戰 貿易的一個post 他並沒有想到對土地的治理 但到了普特曼斯他的年代 他開始跟周邊的原住民村舍 開始有發生產生各式各樣的關係 不管是衝突還是協議等等的各式各樣的關係 結盟各種關係 然後加上有很多的中國移民來到台灣 因為中國在明末清初 這個戰爭戰亂頻繁 很多人移民到台灣來 所以這些人也成為一個新的一個人力 可以去開拓土地很好的農夫等等 所以在他的任內他們認為台灣的治理方向 或許可以再有更大不同樣的思考 這個土地的開發 農業的發展 跟原住民的交流等等 這個貿易上的交流等等 所以當然他也促成了 那這邊要規劃程式的 不能再只是放任讓他們大家隨便住 一來也會造成對荷蘭公路公司的 這個維安上的疑慮 然後二來也可以來滿足更多這些 這個住民的移入 這個居住的需要 所以有這樣圖的存在 可以看到一開始就有六個揭闊 然後到了1644年 這個短短的不到十年 你可以看到這個城市迅速發展 那1644年圖很多張 這幾張大概都描繪了一樣的內容 他們都不是原始的版本 應該有一幅是真正的原版 原來的第一張畫應該是掛在 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是掛在 當時的這個長官公署裡面 那其他的畫都是他的複製品 因為很多人想要收藏就會做很多張 那這個1648年這張圖就不一樣 因為他雖然畫的方式有點類似 但是他的視角顯然不一樣 而且畫這幅畫人是有身分的 所以他不是只是抄前面 他有根據一些資料來畫 然後我們比對了一下 大概也知道畫這幅畫叫做 因為他當時可能有參與到 當時在做這個荷蘭 日安遮市政的這個土地測量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資料 所以他根據那些資料 把這樣東西畫出來 所以我們在研究過程中 這幅畫 不管對市政對城堡來說 它的重要性都相當的大 那再來就是這幅1652年 我們剛才放在這個簡報第一頁的這張圖 它也是很重要 因為它呈現了不同時期的發展 接擴越來越多 那這樣1661年的這張圖 也是一個當時畫這幅畫的人 是來支援荷蘭動物公司在台灣的部隊 他當時這個鎮河已經開始打仗了 所以他來支援 所以他把他的印象把它畫出來 你還可以看到 當時的日安遮已經大到南邊 還要再發展一個人工島 還有一個橋接上去 如果荷蘭沒有走的話 這個層次可能會越來越大 孫壯 中當然 多一個遊樂 我愛這麼多